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愛在灣區 昨天11月27日,是李小龍的生日 原來在1940年,即是80年前 李小龍在三藩市的東華醫院出生 如果他還在生的話,他今年會是80歲 我前一陣子已經拍了一集 分享龍爭虎鬥的1973年的電影 因為這齣電影成功地把李小龍和中國的功夫 變得國際化 搬到大螢幕 然後通過荷里活,全世界的人都接觸到中國功夫 很多中國人到今天都是引以為傲 以李小龍作為偶像 但是這一集,我想從外面的因素去探討一下這個現象 當然,李小龍是一個相當出色的武術家 但是,有時候時勢是做英雄的 為什麼70年代是一個特別的事情呢? 原來70年代是人家所謂的荷里活復興時期 因為當時有很多嬰兒潮的人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出生的人 他們年紀開始已經大了 一般來說,入電影院看電影的人 都是少於30歲的 所以到70年代的時候 電影行業開始有低迷的跡象 導致電影院有一個改革 而不是讓製片人決定拍攝什麼類型的電影 他們就把控制權交給導演 有很多都是年輕、新進的導演 然後他們就開始探索不同類型的電影 不同類型的電影 所以我們看到市面上突然推出了很多很爆的電影 就是以圖去吸引一些年輕的觀眾入電影院 例如這個驅魔人 Exorcist 挑戰一些宗教的思想 這個教父 Godfather 這個Marlene Brando 的結作 就是探討意大利或者Cicillian Mafia 黑幫的一些暴力案件 然後就有Apocalypse Now 就是一些反越戰 是一些反建制 就是探討一些軍人在越南回來的時候 患有創後抑鬱症的心理病的電影 就是批評戰爭的電影 當然也有星球大戰 就是把西部牛仔的概念 帶上去外太空 變成一出科幻電影 而且也有史提昏史不寶的大白鯊 以這隻動物作為主角 這些所有都是很大膽的題材 是在70年代 令到荷里活相當之輝煌 當然不少得 也有龍爭虎鬥 1973年 但是如果大家探討一下 中國人在荷里活 一向以來都沒有什麼地位 即使是Bruce Lee 李小龍自己本人 當他在60年代 想進軍演藝界的時候 他只是得到一個配角的角色 是電視劇 扮演Cato 要遮著臉 戴著帽子 做一個配角的身份 在60年代 因為他覺得 在美國發展沒有什麼前途 所以才驅使到他回到香港 在香港那裡 拍攝《唐山大興》 《猛龍過江》 這些港產片 然後到了70年代初 他才有機會 回到荷里活 這個華立兄弟 找他拍攝《龍爭虎鬥》 跟香港的製片商合作 拍攝這齣電影 我自己認為 短短在幾年間 為什麼這個荷里活 會對中國的演員 是零眼相開 會給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去拍這齣《龍爭虎鬥》 其實也是可以考慮到 種族的因素 因為原來在60年代 就是這些非裔的民權運動 由馬丁魯德金 去帶領的運動 成功地 將這些少數族裔 帶上大人幕 場上 例如《賀魯德金》 《無畏居達人》 《670年代》 飞銳開始成為正式做主角的時期 英文叫做Blaxploitation 在民運之前 飞銳根本沒有任何角色在荷里活 每當飞銳在電影上 通常都是扮演醜陋或奸的角色 而且用白人游黑自己的臉 扮演黑人的角色 民權運動後 主流社會開始重視黑人 而且給他們尊重 所以製片商就開始找非裔人士擔正角色去做電影 這個Chef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實有些在李小龍的電影 都可以看到非裔人士的元素 譬如他的音樂 很多的Funk 或者 Soul Music 都是非裔人士的音樂 所以我可以大膽地說 如果沒有60年代的非裔民權運動 根本沒有李小龍可以突破的機會 因為少數族裔人士 其實都是因為民權運動 而得到很多好處 可以說中國人很多時候在美國 就是騎著在非裔運動的肩膊上 所以如果現在看回BLM 當然我是反對暴力的 我認為他們做得不對的 他們完全不明白 當初馬丁路德金的理念 就是學習金地的思想 就是要和平 才能得到民心 但是好像香港的黃絲 和美國的黑命寶貴這些運動 全部都是帶有暴力 而且主辦單位沒有跟這些絲暴者 就去劃清界線 所以我認為這一點他們做得很失敗 但無論如何 不可以排除的 就是這些運動 往往帶來給我們少數族裔 一些可以突破的機會 當然李小龍之後 也有很多不同的中國演員 中國人的演員 嘗試去走這條路線 就像我們的成龍 李連傑 最近的Donny Yan 和恩子丹 都是嘗試在荷里活 打出一個對中國人 有正面形象的角色 但是很多時候 這些電影 我自己認為 一是太過商業化 已經失去了那種的 magic touch 以前李小龍有的那種突破 就是沒有了那種驚喜的感覺 沒有一個突破的感覺 而且這些演員 都是沒有李小龍的性格 那麼吸引的 而我發現最近還有一些 好像是到後退步的跡象 就像在相片裡見到 這個Ken Zhang 就是一個韓裔的演員 就在Hangover那裡成名 就扮演一個 很醜陋的角色 那就是 又露自己的下體 這樣 說話又說得很噁心 We are so proud of your tiny ding dong so proud the smaller the penis the bigger the box office 他甚至乎在Netflix 那裡現在做動篤笑 就是公開地去 去抄笑自己的性器官 說他的性器官 是多麼細條 那樣 這些這樣 是完全 就是 自己 仇恨自己 自己 抄笑自己 是吧 因為你作為亞裔 你不可以代表所有亞裔的男人 去說這些說話 是吧 這個是 你參與這個演藝界 你不多不少都有些責任在這裡 保持那個形象 但是往往就是這些 害群之馬 就是使得 整體來說 那個演藝界 是不能夠給亞裔 尤其是亞裔男人 一些重視的機會 就是 扮演小丑 就是 說自己 這件事是多麼小 這些事情 是 完全 就是 自己歧視自己 一些行為 我自己本人 就是很期待著 就是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中國人 可以 很快地找到 我們下一個平台 令到有更加多 出色的演員 可以在 這個大型幕上高 又或者在一些 電影院裏 繼續去拍一些 很高質素 很有創意的電影 那這個 就是我自己本人的願望 現在 大家 看到 有